大家周末愉快 我是老船长 那么上个礼拜五 小弟在网路的节目开播 但是我们的网路节目 有一个特色 就是每逢星期五 大概晚上六点钟 这一张我有给你看过 对不对 你QR Code照一下 就可以来进来看到我 对于下一周行情的预告 不是看图说故事 就是我会预告你 对不对 那你如果觉得不准 以后你就不要看 那全国只有我会这么做 因为老船长你比较笨蛋 别的老师都是 事后来讲那没关系 别人怎么做是别人 我们怎么做是我们自己 对不对 我相信预告的节目对你来说 是有帮助的 那么看图说故事 你的儿子跟女儿都会 一点帮助都没有 好不好 那我在上个礼拜五 这个网路预告节目 我就已经先说了 AI在这一周反弹 你要站在卖方一定要卖 看我的测标 对不对 我相信有去看我网路节目的人 或者是不用 今天礼拜五 昨天礼拜四 礼拜三我都一直跟大家讲 AI反弹要站在卖方 那我昨天把理由讲得比较详细了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来复习一下 老船长昨天讲了几个重点 第一个我昨天就说了 中国上证指数 三千币破 昨天收三千多嘛 那今天已经破了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美国股市 我昨天也先预告 我说还要再往下跌 不管是道琼 费半或是NASDAQ 果不其然 昨天美股也是跌 那么今天呢 我认为还是跌 老船长这怎么回事呢 很简单嘛 现在的社会 这个现在的世界 应该讲世界 这个地球村 是乱七八糟啊 对不对 俄乌战争 你听腻的 没感觉的 没差啦 对不对老船长 那现在呢 巴以战争 对吧 那我说过 这些战争都不是一对一 后面都有 类似帮派的群众一样 了解吗 我不是来举例 我说一次二次世界大战 都有什么同盟国 轴心国 都是联盟的嘛 那一样的道理啊 那你看这么多国家 在后面支撑 那种对立 那种仇恨 会不会影响到经济 会不会影响到股市 当然会嘛 对不对 我就举以色列为例子好了 以色列我们都知道 它是属于高科技的国家 包括NVIDIA 黄仁勋啊 他们在以色列 也有布局 对不对 那你知道以色列 很多的这个员工都没办法上班啊 炮火飞来飞去啊 对不对 那有的是可以在家工作啊 可是呢 你这个基本上 你在一个战火地区 各位觉得要怎么发展 对不对 能够逃的都逃了嘛 所以对于AI的影响 在战争上一定就会出现 不要 更不要说怎么样 哇 拜登拜佬头位的选举就怎么样 要压制中国大陆嘛 限制这个限制那个 AI高阶晶片全部都限制住 那NVIDIA AMD这些货要卖给中国不能卖 那怎么办 那就只好营收 EPS打折嘛 至少要降两成嘛 那本来大家预估啊 哇 这个AI明年2024 这个EPS营收应该会很不错 对不对 大爆发 可是 这一限制令出来之后 乖乖打折啊 包括黄仁勋本人就讲 这个一定有影响 我相信他不会睁眼说瞎话 人家没有必要去背这个黑锅嘛 对不对 这是政府规定的 又不是他规定的 然后再加上怎么样 哇你看 中国大陆的经济 我昨天就讲了 对不对 房地产是火车头整个垮掉了 恒大挂了 碧桂园挂了 还有他们一堆的集团都挂掉了 所以你现在去大陆 广东的东莞 你去看 冷冷清清啦 以前是啊 哇不得了一到上下班时间吃饭时间 台商在那个地方啊 现在都撤走了 为什么 因为疫情的关系嘛 再加上哪边的劳工成本比较便宜 对不对 越南啊印度啊 那中国大陆当然就失去这方面的竞争力啊 那他的你看经济对不对 外资撤走 然后厂房倒闭 然后呢再加上我讲的之前一些铁碗政策啊 那么造成很多外商的不满也离开了 那这一些怎么办 当然反映在股市嘛 所以上证指数灌破三千 很正常啊 没有什么 但人家会不会互盘 不会 对不对 我再问大家 美国股市哦 美国政府会不会互盘 不会 我们的股市会不会 会 对不对 好今天就是一个例子 各位看 早上开盘往下灌 对不对 灌到这个地方 然后开始 我认为就是护盘基金进场 不相信了 不相信你们今天去看 今天星期五外资一定大卖超 外资最近连续大卖啊 那就是护盘基金跟谁在买 投信嘛 对不对 一路往上拉 好 最后还是怎么样 小跌12点 成交量2700多亿 各位观众 有些东西哦 叫做此地无银300两 老船长这话怎么说 很简单嘛 我问大家啊 一个股市如果好 棒 涨 要不要互盘啊 这个是废话 当然不要互盘 那就对了啊 那就是因为现在股市跌嘛 不好嘛 套牢嘛 所以才要互啊 所以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 就是不好 那你应该怎么办 你要懂得明则保身 那我如果今天坐在这个地方 跟你们说 哎呀对不对 要站单卖方啊 尤其是AI 因为观众里面AI最多嘛 我如果今天礼拜五收了盘 你们看我节目 我才这样讲的话 对你有帮助吗 没有吧 我上个礼拜五的网路节目 你们去看 没有讲 我就每一个观众赔5亿8千万新台币 我上个礼拜五开播 我就直接预告 AI这个礼拜反弹 你要站在卖方 而且我还讲得很清楚 我说反弹不叫解套 来我问大家 反弹站在卖方 这是伪创 我上个礼拜五讲嘛 反弹站在卖方 你说老传长 这反弹根本没有到我的成本 然后怎么样 那是你的事嘛 我有没有讲 有啊 你要等反弹 然后到你解套 哎你买在这里的 你要等解套 那你就不要出了嘛 所以我说 反弹站在卖方 讲白一点就是都要卖 我没有说解套站在卖方 你去看我的这个视频怎么讲的 反弹就是卖 没有反弹也是你的事 还是要卖 那为什么呢 那我刚才节目一开始不是讲很多吗 中国大陆股市破跌 美股还要继续往下跌 全世界战火连篇 你告诉我你要明哲保身 是不是要现金为王保留现金 对不对 那老师拿这个不行了 这砍下去赔20% 我就请问你 你有100万砍了20万 还有80万 80万等这个盘跌完了 落底了 稳定了 你再来买比较好 还是你现在继续跟他拼 那万一再跌个20% 你剩60 对不对 老船长那不可能了 我跟大家讲 股票市场 它常常是这样子 我给大家看 我们就伪创来看 它都是一波到底的 有没有 然后如果炒的是题材 就下来 公司有赚钱 也不至于下回原来这边 公司如果没有赚钱 会下回原来这边 老船长你庆菜公共 我举例给你看 这亏损公司 这家公司叫什么 北极新药业 对不对 炒炒炒一波到底 然后怎么样会下来 会再破底 为什么 因为公司赚鸭蛋 看到没有 伪创公司是有赚钱的 不要乱来 所以它不至于这样子 可是如果是炒题材 又是亏损公司 甚至没有赚什么钱 你要小心 断头再断头 腰斩再腰斩 这个是股票市场 不变的定律 那我问你 你经得起几次的腰斩 你100万腰斩50 对不对 再腰斩剩25 25要再回100那很困难 如果你用融资买的 对不起你就离开股市了 这样了解吗 你说我很皮 我买伪创160的 我就给它摆着 对你可以 摆个两年 你搞不好还赚钱 对不对 因为你是现股买的 那如果说你每一次遇到了股票大跌 你都是用这种态度的话 我跟你讲啊 你头发也白了 牙齿也掉光了 因为你都在等待嘛 你的岁月就在等待中度过了嘛 那你来股票市场干什么 所以为什么要颜色停损 停损并不丢脸也不可耻 停损对了保你一命 老船长停损错了 停损错了你再重新找股票嘛 对不对 如果你很有钱 你不要停损我没意见 比如说你有100亿 你停什么损呢 对不对 这个买了套了摆着 那个买了套了摆着 但是话说回来 有100亿也不用做股票吧 对啊老船长 那我相信我的观众 大部分手上的资金 我们就都抓100万而已嘛 所以你的钱得来不易 而且不多 你要懂得一点一滴的去珍惜 明白吗 那下半段节目回来 我会怎么样 用我们的AI系统 来分析每一档的AI 另外我会讲 这个所谓的细光子 手上有的 你要赶快跑哦 导播 古海茫茫茫茫茫 您需要一位顶尖领航者 古海老船长 我们拥有阵容最强的 IR 团队 提供您上市上柜第一手讯息 我们拥有日夜盘最先进 王冠 AI 智慧系统 方向清楚掌握制服关键 故得头顾老穿杖 是您古海中的一盏明灯 故得头顾咨询电话 零八零零五五五八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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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理财专家 故得头顾 我们拥有一流证券 期货分析师阵容 多空双项操作 为您累积财富 金融市场汇居多变 您需要更全瞻更专业的团队 但您避开风险再创财富巅峰 故得头顾洽询电话 零八零零五五五八零八 零八零零五五五八零八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 鼓动乾坤 好我们先从第一档股票 光宝2301看起 我希望你现在看到我的节目 这个时刻你手上是空手 没有任何AI的股票 我保证你今天晚上 周末假期 你会睡得很香甜 你会顿时压力都没有了 而且你也管他美国跌多少 你甚至心里想跌死你 对不对 跌越多越好 为什么 跌快一点 早一点见底 不要用拖的 盘整再盘跌 那很痛苦 对不对 好来看2301 各位看到没有 这是光宝科 从你看我的节目 你大概就看不到我跟你说 光宝科可以买 从头到尾都是王冠黑 这个中间一定会有好像要反弹 好像打底要上去 对不对 你呢可能又跳进去 然后怎么 你不知道是王冠黑 对不对 也不能怪你 因为你没有安装 但是也可以怪你 然后船长 为什么 因为你不安装 对不对 再来呢 对 2356 音乐达 各位看 这个一样 这个跟光宝科是一样的 从头到尾 这边一堆人跑进去买 为什么 这打底成功要向上突破 对不对 C 你要自己判断吗 不需要 一秒钟 就知道 过去这两个月都不能买音乐达 你觉得好不好 假如你现在操作股票 你都在那边硬碰硬的 用拆的 对不对 或是跟着你的老师 拼命的买 加码 摊平 越摊越平 你有多少钱买光宝科 跟音乐达 老船长 我又没有这两支 没有关系 我知道你有技嘉 老船长 你神准了 对 有技嘉了不起吗 曾经试图要翻红 我跟你说 这个都不要买 因为这个都在黄金线贴着 对不对 就算你买了 在这边 我都跟你讲 反弹要占在卖方 接下来没有弹 没有弹也是要卖啊 看到没有 技嘉 准不准 技嘉好公司吧 是啊 有赚钱吧 对啊 但是你看 一样跌死你啊 从这里到这里 从这边算的话 是不是腰斩了 那会不会再来呢 往下的几率是很大 但是这有赚钱的公司 可能到一个地方 它自然价值浮现 它就会止跌 但是希望你不是融资买它 融资买它一定断头的嘛 那现股买它的 你要报很久 要报到明年 懂吗 年底应该都不会解套 所有的AI个股 我认为年底前都不会解套 因为世界的局势 我刚分析过了 对 连黄仁勋他都不知道 MVDR的总裁 他都不知道说 美国出新禁令 这样算一算 掉了一两成的怎么样 业绩跟获利 他也不知道 谁知道 全世界只有拜登知道 拜登下的命令 懂吗 那人家几天前 已经下命令了 你还不跑 那就不要怪别人 来 广达2382 我们看看这几档 全部都王冠黑 来 广达也是 王冠黑超过一个礼拜了 不要再加码摊平了 知道吗 好 到这边 接下来你说你又都没有 没有关系 老船长有办法 把你的股票找出来 2421见准 这一支跌的半死 真的跌的很惨 见准 有没有 我们看这边 轰天雷2421 各位 惨不惨 惨不能堵 对不对 从这里算起涨的话 已经超过腰斩了 而且还要跌 老船长这样会不会太残忍 股票市场没有残忍 你要懂得明哲保身 你要把现金留在身边 将来有非常好的买点的时候 你收看我节目我跟你讲 好 这样可以吗 好 再来呢 我们来看三字头的 3324 老船长 这双红很强 很强没有用 覆巢之下五彩卵 还是翻成王冠黑了 看到没有 散热的双红 另外一支呢 齐红 3017 看到没有 王冠黑 对吧 反弹占卖方啊 王冠黑啊 你以为又要翻王冠红很难啊 这个套牢卖啊 前面还不知道有多少 然后我们再看比较高价的 3693吧 我看看 3693 这一支银帮 有没有500多块的 现在剩400多了 这还要跌 看到没有 好 再来看这个 8210秦城 头信狂卖啊 昨天狂到2500多张啊 翻黑 对不对 6274 我说过王冠黑 你就要懂得去设停损 我在节目上讲了无限次 对不对 你买 他王冠红OK 但他翻成王冠黑 你就要准备设停损 我有讲过 对不对 那我们最后来看一支最强的 3661 AI的骨王啊 有没有 也是一样 这个2000多块一支的照样怎么样 王冠黑 反弹很多人去追啊 那准备又要下去了 因为他怎么样 已经进入短线空投架构 你说老船长 短线空投架构 不能再翻成多吗 这边有啊 你看啊 有没有 这里短线空投架构 后来又翻多了 又涨了 对不对 可是这一次 注意听啊 这一次很难啊 为什么 因为美国股市 要准备来破底 入股破3000了 入股搞了一二十年 还在3000多 然后呢现在又要破3000 你看看 在对岸做股票的股民有多惨 对不对 我们还好还跑到一万八千多 让你在这中间 可能有赚过大钱 是吧 当然它是共产国家 不管了 就是告诉你 入股垮掉了 入股的经济 现在看上去是不好的 对不对 然后美国股市 美国的经济 也是不好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AI还要再往上翻 你想想看啊 对不对 现在有更多的人套在AI里面 我讲这句话 我负责任的 为什么 因为你去看每一档AI的融资 几乎都是增加啊 好厉害 股价不断的在跌 在破新低 你融资打死不退啊 散户啊 对不对 很勇敢吗 那你就看后面嘛 融资追缴令寄到你家的时候 看你勇不勇敢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要服输啦 买错股票很正常 巴菲特波音的股票 砍在地板啊 对不对 那怎么样 人家现在又是一条龙嘛 你一定要保住最后一条小命 你将来才在这个市场 还有机会 你如果这一趟挂了 再去工作 一二三四五六年 那也是六年后的事啊 老船长真的耶 所以你上个礼拜五有看我的节目 上个礼拜五喔 你有看我的这个网路节目 我就预告 然后呢 这个礼拜 对不对 我每一天跟你讲 反弹你要站在卖房 懂吗 那现在你正在看我的节目 假设你是参加其他 这个投股 那个投股 我敢跟你打包票 你的老师一定叫你抱着 说怎么样 接下来要强谈 对吧 老船长你怎么知道 就是没有一个操作的原则 跟纪律 就会这样子 所以你就会越套越多 越套越深 到最后陷在泥沼里面 不可自拔 懂吗 好 然后另外我再讲 矽光子的股票 是接着AI怎么样出来的 对不对 你要小心喔 赶快跑 我举个例子 来 3081 各位看喔 这个是联雅 矽光子的股票 对不对 冲上去挖草题材 然后怎么又摔死 你要看喔 它从什么地方跌下来的 为什么 看这里答案在这里 为什么 赚鸭蛋的公司 各位 一家赚鸭蛋的公司 从这里喔 300多块一路跌跌跌 跌到今天怎么样 100多块 然后前几天呢 还在怎么样 哇 真的一样炒题材 细光子 不要相信 亏损公司 请问亏损公司 有什么资格 100多块 对不对 要不要让我再 再让你看一下 6550的北极新药业 炒到200多 现在多少 70几 还要跌啊 公司赚什么 赚鸭蛋 一毛都没有赚 好 再看一档 等一下我们先看3081 用我们的系统看 3081 让你心服口服联养 各位看喔 早就怎么样 翻成王冠黑了 好 再来我们来看3363的上全 也是草系光子的 我相信你的老师都有带你买 只是不愿意出 警告你喔 已经翻成王冠黑了 3363 好 上全 今天大跌 各位 他赚多少钱 来 上半年总共只赚了2毛2 股价多少 还有六十几块 乱七八糟 就是炒题材 题材炒完就是 丑媳妇要见公婆了 你要小心 那我今天用王冠AI系统 来帮你分析每一档王冠的股票 不 AI的股票 还有再加上细光子 你不能够怎么样 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子里面 你要出来面对 你手上 你桌上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工具 你会怎么样 不断的加码 摊平 越摊 越平 系 懂吗 那么有了这一套 很多时候 你要懂得颜色停损 你的路会越走越宽 在这个周末假日打电话进来 把这个系统装好 这个我不收你费用 这个王冠AI系统 我不收你费用 你只要加入我们的会员 我就送给你 我们有专人 用电话 在电话里面 就可以教你 然后我们可以帮你安装完成 因为现在怎么样 科技很进步 远端的科技 大家了解 好 这个周末假日 不要再活在恐惧害怕之中了 懂吗 拿起电话来 一劳永逸 五四三二一 开始拨打 也有价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只剩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